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大永远非二 不二十二的根本一大的担当 地表是什么 地表现在随缘念念的差别的 运载跟长扬 能够有启程这样子的担当 那个心底的根本的志种叫做人 所以叫天地人 三才也 我们是因为过去还不暧昧如是 这一念心中的那一点点余光 渔民 因为我们毕竟像做博地凡夫 所以能够活到世间上 人世间上来 只是有点那个余光跟渔民而已 余剩下那个余 剩余的余 所以我们还没有离开过人间 还在人间 侥幸还在人间 获得人生 但你要知道真正人积的那个人 是真正上符合天 下合于地 那是人积 那那个人就变成什么 那个人就表示 那万法必定成就时 才有那个天地人的三相 那个人积 那万法正在缘起时 才有这种种种呈现处 那其实这种呈现处 不管你讲到什么样人积处 它其实都是什么 它就是它虽然随处都能够为你从容 献三天地人 献种种印 种种缘起 印机 但这个缘起 你不要马上就跺在最末上那个缘起 末上的那个缘起 已经暗昧于天地了 那个是能担当一切缘起 上浮于天 下于地 那一面智慧是最初的人机 那一面你的心中啊 起成任何感觉时 决心在起成任何感觉处 虽然我们是凡夫 起来的时候已经抓到最末少 但是你仔细思维 那个感觉在你心中 慢慢这样子浮现时 到了它浮现最初张下 那一面最初浮现处 也不是你现在末少的那种 这么深厚的执着 跟气氛 你没有那一点 那一念 你也到不了 你现在一直以为 我就是个烦恼烦夫的 这一个境界上来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时 你就算跺在最后一周的 种种势力再强 暗仗再生活的烦恼烦夫 你明白原来你心中 看到烦恼时 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人机 这个亲近的缘起的表现 这个人不必在后面断烦恼 但要向前去认 在根本中认 烦恼就自己都断了 那是真断烦恼的法门 你为什么能够把心境 连你每个起境动力 这过程都解释得出来 明白法界吗 沉险陷于十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